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明星组的原因和INFP人格的 如有各家粉丝请根据蓝色标题欢快入座 周杰琼的选择很现实 有人说因为闪光的乐队周杰琼之前没选择上文杰 才在最近两期没人选 这是他不信守承诺应该承担的 这话其实有点片面 如果我们回过去看第一期就会发现 周杰琼和尚文杰并不是真的很好的 朋友除了第一期并没有频繁的交流 只是在节目里刚好坐在一起聊的投机而已 第二是两人在组乐队的时候并没有事先说好 而是尚文杰班方面临时起义的 这个参考周杰琼在得知尚文杰选自己后说啊 我刚才就想选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做选择的时候就很显而易见 一边是提升自己作为女生出彩的机会 另一边则是强势力女生 很可能会被压制的近况 我想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选择前者吧 并且据小刀消息传言 周杰琼这个妹子很可能是代字进场 那么她的很多选择就更身不由己了 一切皆以表现自己为先 小一件 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觉得 一开始觉得老是动不动就大笑的杰琼妹子 其实才是最捧大家场子 最频繁和大家互动的人 几期看下来慢慢觉得她神经大条好可爱啊 老肖选择最无奈 老肖大概是喜欢的不爱我 发现凑合的也行 最后合适才最好的典型了吧 她的选择其实比较无奈 因为一开始小鬼选老肖被拒绝了 而老肖当时一心喜欢胡宇童拒绝了小鬼和张碧晨 当时大家也想看老肖和张碧晨合作 因为之前和张碧晨在另一个殷宗我们的歌里非常受观众欢迎 但老肖就属于比较叛逆 想做自己认为好的和胡宇童合作 兜兜转转才发现 老张和小鬼才是最适合她的 之前她组的狮子乐队也是如此 很看重 结果却并不乐观 小亮点 张碧晨生涯是真的高 虽然杨成林依很好 但杨缺乏张成熟女人的气息 和肖敬腾合作也很明智 能够毫无压力突出自己的优势神仙打架 开场张碧晨唱完 小鬼那一声吼真的太帅了 老肖的造型也很合适 张楚和周选同种人格INFP 我们先介绍一下INFP人格 敏感 李小花 习惯展现真实的自己 伪装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周逊就是这种人格的典型 演戏时不耍大牌 网络上不争流量 公众场所不薄眼球 行走圈子不离人设 因为没办法伪装 所以不如淡漠地坐着自己 节目里张楚的这种人格倾向就很明显 节目里就他卫一针织马甲连穿两期 发型也没特意去做 发言也不多 即使年龄最大最受尊重还是认真听取年轻人的意见 察觉到年轻朋友很尊重他 所以会及时的报以感谢 梦想是准备去小山村里生活 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音乐 富家 张楚的眼神和声音真的好纯净 他唱歌总会有非常单纯有力的感觉 就像孩子一样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下他的姐姐 如果有这种人格的朋友可以去某伴进一步了解一下 找到组织才会不那么孤单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